台電董事長曾文說要發言 卻多次被打斷 台電周開股東臨時會 因為國際燃料價格上揚 支出擴大 所以規劃採私募方式 由經濟部增資1001億 讓首股東們不能接受 認為坑沙民股股權被稀釋 這一次的股東會在春節前通知 春節後多少人還在國外 這個嚴重的瑕疵 這個是必要的法定的程序 經濟部一張票下去就是97了 縱使是如此這也是必要的 你將住是在糟蹋民股 是在欺負民股 多位股東輪分提程序發言 杯葛會議召開拖了近一個小時 會前就已經由股東出面抗議 認為經濟部根本求援兼裁判 經濟部主管裁判 跟最大股東的優勢 這個工法人 他搖身於變成司法人 所謂的用電的這個穩定 跟民生的物價維穩 所以他必須去做這個承擔 我想由大股東去追 是爭執是應該是最快的 全球燃料價格只夠不炸 但因為電價還未調漲 讓台電連年虧損 要守住供電和物價穩定 找尋大股東來增資 才能一次解燃煤之急 不過這被藍營認為 使用工糖來為能源政策需能買單 經濟部長汪美花也欣賞過線 這個1100的部分事實上是 就是我們送到立法院來就審議過的 就是確實是台電的虧損的彌補 以前台電在買這個燃料 一年大概3000多億 但是這種惡物戰爭之後 確實買的燃料會暴增到超過6000億 台電判守股東們諒解 也希望政府多關注用補貼 資金資或電價調整等方式 解決現在的經營困境 美新聞綜合報導 二十幾年了欸 沒有